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曝光率的提升和社交网络带来的便利,越来越多的人想把孩子送入娱乐圈,作为一名明星,不光有机会能优先得到良好的资源优势,还能有一般人企及不了的鸣合力。 因为有着年幼时期打下的群众基础,童星比半路出道的成人明星有着更便利的捷径,快速跻身一线的行列。 在当代人的记忆中,第一时间蹦陷在脑海中的童星无非是杨子、张一山等人,而在很多七十年代的人眼中,在那个电视机刚刚普及的年代,他们眼中的童星则是另外一群人。 例如第一代童星安吉斯,曾出演过电影《小兵张打》,他在剧中激紧又不乏可爱,勇斗鬼子的形象深入人心。 而另一位可以与之媲美的就是《闪闪红星》、李、潘东子的扮演者祝新韵,虽然该电影已经逐渐被观众遗忘在了时光的长河里,可当初他那一身正气,饥饿如愁的形象,被他演绎的细致入微。 祝新韵也如一颗然然升起的新星,在演艺圈发光发亮。 走红后的祝新韵进入了八一电影制片场,十二岁就成为了一名职业演员,然而看似走上正轨的演艺事业却遭受打击, 他随后主演的《干水苍茫》、《十天》等电影都没能再续他过去的辉煌。 就在祝新韵陷入人生低谷时,他遇到了妻子张灵亚。 张灵亚早期是一名舞蹈演员,后来长期从事化妆师工作,给很多明星都化过妆。 在妻子的鼓励下,祝新开始向特型演员转变,最终转型成功走出困境。 同时,祝新韵不再把自己限制于演员的职业中,他开始挑战导演、配音员等职位。 如今的他还待在八一场,然而不同的是,他已经是话剧团的团长了,享受着正师级的待遇。 哪怕如今已经年过半百发白苍苍,眼角爬满皱纹,步入老年的祝新韵穿起军装来还是一如曾经的鼻挺。 时光荏苒,改变了一切,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祝新韵的那张脸,都过去这么多年了,大家还是能一眼看出他就是以前的那个,潘东子。 祝新韵与妻子的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,虽然祝新韵再也没有却再也没能缔造出如《红星闪闪》那样快制人口的电影了,但是他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。 他曾经给无数观众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,也祝福这位老一辈的演员,特别声明。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。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、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